就在台湾呢 现在乡下很多公立托儿所都关门大吉 但是在屏东县的离港乡 却反其道而行 抽出了六千万元 盖一个乡立的托儿所 这个是第几胎啊 这个 第三胎啊 第三胎啊 三十四岁的叉香 今年一月份生下他生命里的第三个宝宝 八万啊 比如说八万 然后那个五千块是那种 周月子 蔡阿湘住在屏东县离港乡 相公所提出全国最优惠的生育补助 避免英文少子化的冲击人口外流 因此住在离港 生第一胎 你可以领到两万五 第二胎五万五 第三胎八万五 第四胎累积到十万五 最多生四胎可以领到二十七万块 怎么有那么好的事情 那你这拼第四胎啊 可以啊 跟蔡阿湘同一天 同个产房 同样生下第三个baby的 是隔壁村的淋于亭 离港重金催生的消息一出 立刻吸引许多人口回流 嫁出去的女儿 搬到外地的南丁 忙着签回户籍 结婚的也要留在家乡 增产报国 对于南部的偏乡来说 人口不要说增加 能保持不流失就已经很投降 三个月内增加两百多人 在人口不断外流的屏东县 简直是一大奇迹 显然势在人为 小人不敢生嘛 不敢吃嘛 不敢结婚嘛 但是在我们立港这个地方 我们就搭配这个诱因 就是说生姜要给它补助 那你怎么设计 我们也让它尽量 我们专业来给它负担 这乡你脱耳朵 这乡你脱耳朵 我们的乡脱 离港因应少子化的冲击 有一套完整的补助机制 在大部分乡公所费公托之际 离港乡反其道而行 耗资六千万 给脱耳朵 又这么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脱一脱大笔经费来 来完成 离港乡还首开全国先例 从今年八月起 全额负担乡内 国中小的饮养午餐 学费 杂费 书籍费 都有补助 全乡将近三千名学生受惠 在邮电双掌的时代 乡公所的作为 的确相当诱人 我们选择说能照顾到 一些年轻家长 那我们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让这少年老婆 可以更安心地 来执政一代 要用政府的主委 用我们公所的主委 来协助 对你港这少年老婆 比较稳 比较稳 有才有稳 有才有稳 台湾各乡镇全都较穷 离港乡真的有比较有钱吗 原来八八风灾时 离港乡内有三条溪流满是吐石 香港所主动向水利署要求书郡 书郡后的沙石一来可以卖钱 溪流附近的村庄 也可以省去溪流暴涨的担忧 一举数得 离港乡公所利用书郡开辟裁员 献煞其他乡镇 像坚持不裁车振脱的潮州 就得从公务预算中 挤出一千万力挺振脱 外团乡公所则是积极 透过内政部的补助 以及公益彩券盈余分配 来编列每年六百万的乡托预算 是不是说有这个差额的部分 是不是由上级单位 能够补助乡镇公所 因为你现在乡镇公所 现在目前的经济裁员 真的很困很洁击 就像这种立场来讲 乡公所办理的乡托 并非我们上级政府 可以去干预的一个自治事项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法定 要执行的义务服务 离港的重金催生补助 潮州坚持预算力挺振脱 万端的想办法来找钱 都为公托的存续留下历史记录